这个时候,我记得我做出的决定,我自己跟自己讲,我可能改变了自己一生,一辈子所从事的思念。 而今天,我想把大家请过来,跟大家共同判断,以后至少五年,十年我们要做的事情。 那么阿里巴巴我们将做成怎么样? 我想,从黄业的时候我就提过,黄业所要瞄准的对象,不是国内在的,而是国际在的。 我们所有的竞争对手,不在于中共,而在于美国的硅谷。 如果说,第一,我们把阿里巴巴定位,就把它作为国际站点,我们不然把它定位是国内站点。 第二个呢,我想就是,我们要学会硅谷人的一种平静。 如果说,我们是早上八点钟下班,五点钟,八点钟上班,五点钟下班,这个不是搞高科技。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阿里巴巴的指纹。 如果说,我们有这种精神,反正我上班了,赶紧八点钟上班,五点钟下班了,OK,赶紧去其他地方。 人家美国人强就强的硬件,强就强的系统计划,这方面确实比你得到。 但是,玩信息完软的,中国人脑袋绝不比你得差。 我们在中国,所有人的脑袋绝不比你得差。 这就是我们敢跟美国人斗的一些东西。 我们绝对敢动。 如果我们是好的team,好的团队,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想做什么,我们想干些什么的时候, 我相信我们是可以以党,以党水,我们能够赢政府机构,我们能够赢其他很多的民营企业,大人工企业的时候, 平时我们的精神,我们的意识,我们的创新概念,以及我们的拼近才能去斗。 否则的话,跟他们什么区别呢? 谁都知道,英国人是个泡沫。 我刚才讲的危机感觉,英国人的泡沫现在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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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什么时候破, 然后把股票掉了,EB股票会涨。 那么有一天EB股票涨了以后,可能阿里巴巴社区的股票涨。 所以不要担心,我觉得英台的这个梦不会破,这个泡沫不会破, 我们为后面三五年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残重。 只有这样的残重的代价,才会赢得我们未来的区别的成功。 那么目标是2002年阿里巴巴上市。 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地方。 您可以展示一下。 您可以展示一下。 您可以推出了此该隐称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